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许多年轻人回流并且殆尽轻易让老屋再活化 现在来嘉义不只吃在地美食 还有造访咖啡馆也是避走行程 这集我探访了五间老屋改造的超美咖啡厅 第一间就在嘉义文创园区里面 我们一起去喝杯咖啡吧 嘉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就在嘉义火车站旁 前身是参产高粱酒的酒厂 是全台历史最悠久 自酒机具保存也最完整 其中还有酒栋日制时期的建筑物 已经登入为历史建筑 今天我们要造访的咖啡馆 就在这个历史建筑物里 很特别吧 到了门口有个很明显的红色招牌 那国王蝴蝶位于二楼 进去的话就可以看到电梯的指引 一进来就感受到国王般的气势 宽阔挑高的格局搭配墙脸的红色 让咖啡馆散发着文艺气息 阿国王蝴蝶目前有提供咖啡 手工甜点清食以及非咖啡饮品等等 微酷感烤布丁是国王蝴蝶的人气甜点 微酷感的焦糖能让布丁不腻的味 骨感是糖食的软饮食中 真的是甜点 第一次吃到用酸奶搭配肉桂卷 没想到竟然超搭很好吃 这杯饭米的夏日呢 是用两层汁烘豆腐去调味的 酷稀稀泥但是很轻松的咖啡 再来我们来到酒咖啡 这间老屋改造的咖啡馆有许多亮点 外面还看得到老式的红砖墙面 它正面在采用落地玻璃 让内部相当明亮 面里面有很多的植栽跟干燥花做点碎 然后还有一只非常可爱的垫猫 整体呢风格简约清新 让人感觉很舒服放松 里面呢还有另外一区独立的空间 很适合那三五好友来这边相聚 我点了阿法奇朵 是很好吃的大人味咖啡甜点 另外还有莓果棒蛋糕跟焦糖布丁 都在水准之上哦 一只弓箭手 它在住宅区内相当幽静 门口呢还可以看到尾氏排击车 就知道店主是个怀旧的人 这边呢可以看到怀旧的磨石地板 还有年代感的温室摆设整个散发呢 和个复古风情 后裤空间呢也很团长还有半开窗 让空气流通相当舒服 让空气流通相当舒服 这里边呢还有一间独立的隔间 大概可以容纳六到七个人 他们的乐见三明治呢 请不要错过哦 原本想说三明治而已 应该不会惊艳到哪去 而且价位有点高 所以就点了比较特别的黑啤酒炖珠三明治 没想到他调味真的很厉害哦 然后这杯柠檬黑糖冰咖啡也很讨喜哦 今天的餐点都很喜欢 那也是沙丘咖啡也是隐身在住宅区内 老屋的外表呢已经漆上整面的白色 在一片的老透天底相当显眼 里面呢可以看到怀旧的磨石地板 然后搭配简约的木质装潢还有木质桌椅 让整体呢很有一致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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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丘有比较少见的泰式饮品跟甜点 我觉得他的品项选择还蛮多的 那我点了泰奶奶布丁和比斯吉 还有酸咪柠檬咖啡 他的泰奶奶布丁呢是软棉型的口感 还蛮特别的 然后他的酸咪柠檬咖啡呢 咖啡跟柠檬的比重呢抓得很刚好 非常清爽顺口 那接下来呢我们到Supido 这间日式老屋呢坐落在古迹人物宫旁 那Supido呢他有提供美式拿铁手冲 杯咖啡饮品等等 可以选择外单呢或是在户外历史区 那因为氛围很好所以不少人呢都停留在这里喝杯咖啡 那我点了很特别的菊美式 上面还摆了一颗很美的金菊 咖啡带着金菊的甜味让咖啡更有层次更顺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